今天节目我们聊的是台积电创办人 台湾半导体教父张忠谋 2018年6月5号 张忠谋在台积电股东常会上宣布 不续任董事 不接顾问 不担任荣誉董事长 正式退休 台积电由刘德英和魏哲嘉 来担任董事长以及总裁一职 在岛内引发震撼 我本人在这一届董事论满 也就是明年的6月上旬的 股东大会的时候 股东大会之后 我就退休了 我不会再续任下一届的董事 我也不参与任何经营管理部门的工作 2017年10月2日 86岁高龄的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宣布于2018年6月退休 之后台积电将由现任的两位 共同首席执行官平行领导 刘德英介任董事长魏哲嘉担任总裁 消息一出 在岛内政经界投下震撼蛋 但这并不是张忠谋第一次宣布退休 2005年7月1日 74岁的张忠谋就宣布现任首席执行官一职 决定踏入退休的人生计划 然而2009年的全球金融风暴让张忠谋以78岁高龄重新挂帅CEO 同时兼任董事长指引公司度过金融危机 同年他再次交棒卸任首席执行官 退休的决定也是逐渐形成的 老实说这个跟我的年纪当然有关系 头一件我能想出来的事情是 我要把这个自转下策 我会重新我的桥牌的桥赛的这个兴趣 张忠谋表示 过去的30年是他人生中非常兴奋愉快的一段时期 现在他要把时间留给自己和家人 据台湾媒体报道 张忠谋此次之所以特意提前9个月宣布退休 就是为了给市场打预防针 而在退休之前 他已经画好蓝图 替接班人铺好路 这两位自从2013年起就担任了共同执行长的职务 表现优越 我有充分的信心 台积电将会持续的再创奇迹